大家好,我是电脑评讯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 我们在电脑办公的时候 如何在图片上写字呢 在图片上写字 原本的话图片上是没有字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图片上 自己加上我们想要写的字呢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在右边这里做示范 首先点插入 然后来到这里找到文本框 旁边的倒三角 点数项的这个文字 那之后我们在 我们想写字的那个地方 画一个框 在框内写我们想写的文字 写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那之后我选的是红色 那之后让它加粗一下 好,那我写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现在的话呢 我们光标放进去 点一下 然后来到旁边这个地方 点这个填充哈 点它一下 那之后点无填充颜色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哈 轮廓填充的这个地方 点它一下 点无边框颜色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图片上写字的效果 就已经做完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内容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很多网友私信我说 有没有系统的教程 我这边是有的 我全套的这个office办公软件 教程的话 我会从电脑基点用 开始教起 那之后再到认识键盘 教程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员 它是电脑的基点使用 都不会的 那我们就会 它就会不知道 怎么样去应用 和使用我们office办公软件 那我们既然要会用电脑 肯定要从电脑基点用 开始学起 把我们的基础给打牢了之后 我们再来学我们的office办公软件 这样的话才实际 那之后我这边的话呢 不管是word Excel还是VBT 我讲的内容都是很全面的 都是很全面的 内容是很全面的 那之后讲解的比较 就是比较细的 那我这里所有的这些课程 加起来的话呢 是有196节课 然后费用的话是299元 如果是有学员 想需要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加我微信了之后 我们就是购买了之后 我们这边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视频 练习还有笔记 一次性发给学生 发到电脑上 那之后帮你 一定要保证学员 能够真正的在电脑上 能够播放 能够学习 我们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学员 他购买了之后 他根本就不会放 也放不出来 因为电脑的原因嘛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会单独辅导你 直到你能正常的 去学习为止 那这是我们这里的 一个联系方式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请开会订阅 与你 用 Chat